我叫杨洪梅 现在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学科馆员 我离家最远是1991年的时候自愿申请 去了离家3600公里的西藏日喀哲 并且在那里援建了6年 而我弟弟在92年也去了西藏工作 一待就是25年 我去园帐都是受我父母的影响 西藏的阿里是父亲曾经援建13年的地方 也是父亲母亲相遇相爱的地方 回到武汉的父母还是舍不得放不下对西藏的情谊 39年前父母第一次接待了来武汉读书的藏族学生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家就成了藏族孩子们欢机于堂的小天地 也是他们碰到困难的避风港 三十多年来来过这里的西藏孩子有上万人次 对于这些藏族孩子来说 我的爸爸妈妈是疼爱他们的羊阿爸德基阿妈 我的这个热热烂烂的家 是他们在异乡亲切和牵挂的武汉自家 对于这一位 八 зако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